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风人馆 我是你的馆长蓝志峰 我是没有发疯 今天是投来风 现在开始一个新的单元 就是本周进化 一个星期七天 每一天24小时 其实整个地球 整个国际社会 还包括了我们的马来西亚 都发生了许多值得你关注的大课题 还有一些是小课题 还有一些是漏网新闻 那么我们先从大的课题来看 就是全球投票 那么相信这个星期 就是10月的第一个星期 大家最关注的就是 美国总统特朗普感染新冠肺炎 有些媒体或者是有一些 比较乖孤的人 就用终于感染了这一个新冠肺炎 那么在其他的一些地方 我看到比如说一些中国的网民 就把特朗普形容为 特别不靠谱 特别不靠谱 那么其他的一些 不喜欢特朗普的人 就说他是特别离谱 不管是特别不靠谱 还是特别离谱 还是一些台湾媒体用的 川普都好 讲的都是同一个人 Donald Trump 那么他在10月2日的时候 就证实他跟他的太太 米拉尼 证实感染了新冠肺炎 那么在10月5日的时候 他在10月2日宣布 然后10月5日的时候 他就迫不及待地 要离开白宫 他在接受治疗的时间 其实非常短 那么接下来呢 他就在他的推特上 播放一支影片 呼吁美国民众 不要被病毒支配生活 那么尽管出门的时候 要小心防疫 但是不要让病毒影响 美国人的日常生活 这也符合特别离谱 不是特别离谱 是符合特朗普的那种 狂人的性格 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 叫做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 那么真正能够让MAGA出现的 其实不应该只是靠特朗普一个人 那么他的政治对手 特别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拜登呢 就不断丢着他 不断讲 说你特朗普 你讲的这一句话呢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你这番话应该要跟失去亲人的 20万5千个家庭说吧 那么根据美国的这个大学统计 在这个新冠肺炎之下 美国至今已经有超过了 745万人感染 死亡人数呢 接近21万人 每一天有超过4万4千种新增的感染率 所以呢 美国的新冠肺炎情况呢 是非常的严重 那么这个呢 就是关系到美国的新闻呢 其实关系到美国 还有另外一者 也是跟特朗普有关的 就是他跟拜登 民主党候选人的第二场辩论呢 那么这个辩论呢 到底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举行 会不会如期举行呢 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 那么除了总统候选人之外 其实两位副总统的候选人呢 也有辩论 不过呢 他们的这个辩论 一般上都不会受到 媒体太大的这个关注 因为全国 甚至是全世界的焦点 都放在美国总统的身上 那么副总统彭斯 或者是跟另外一名 贺锦丽之间的这个辩论呢 坦白讲 没有太大的这个亮点存在 当然有一些人说 诶 谈论副总统啊 不要看清副总统啊 对 美国宪法说 副总统呢 是在总统不能够执行任务的时候 那么副总统呢 就能够执行总统的这个任务 不过传统上来说 根据一般的这个惯例呢 副总统能够发挥的角色 其实是不多 他的这个能够发挥的这个角色 有些时候呢 甚至比国务卿还要低 那么我们再看回去 美国总统 美国副总统的这个辩论呢 是从1976年第一次开始 他跟总统辩论不同 总统辩论呢 有三场 但是副总统辩论呢 通常只有一场 那么主题围绕 总统辩论 总统候选人的那一些 他们的这个方针啊 他的这些相关的这个课题 同时副总统的辩论呢 的这个关注度啊 他的这个热度 讨论度 媒体的这个聚焦点呢 也比总统来得少 所以这个呢 是正常的 所以这两者呢 就是跟美国 跟特朗普 跟疫情 跟美国总统选举有关 还有另外一个课题呢 就是10月1号的 这个中国国庆日啦 那么中国的这个国庆啊 就是有廉价 就是中国11的 国庆黄金周 那么在几天前吧 就跟中国的一些朋友 有联系 他们说 今年的这个 国庆11的黄金假期 过得有一点像农历新年 他们是说春节啦 马来西亚是讲农历新年 那么我就问他 为什么你说像农历新年 像春节呢 他说 志凤你不知道啊 我们在春节期间 刚好那个时候就是发生 新冠肺炎的时候 整个中国 大家的这个心情的都没有过年过节的这个心情 就趁着11的这个黄金周回家 去探访家里的这个父母亲啊 或者是去拜访一些朋友 那么这一个呢 就是今年比较不同的中国的11的黄金周了 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放长假 那么11黄金周呢 对消费也带来很大的这个推动 以及旅游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因为现在中国呢 是就算它开放边界的话 相信也没有太多人敢在这个时候买机票 飞去中国旅游吧 所以中国的旅游 或者是中国国内的消费呢 就靠国内的这个内需来支撑 所以这一点呢 中国有这个是因为它有14亿的人口 那么相对之下 马来西亚的人口就只有3200万 要靠本地这3200万人来撑起这个马来西亚的小小的经济体呢 难度是有一点高 这个就是大国跟人口小的国家 我比较小国 就人口少的这个国家 一个很大的一个分别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这三则跟国际课题有关的 那么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的焦点 国内的焦点呢 围绕在两个主题 第一呢 就是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 然后沙巴的东海岸的这个三个线 陷入了这个封锁 同时呢 巴胜也陷入封锁的情况 其实巴胜的情况是叫做CMCO 就是有条件的行管理 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针对型的这个行管理 或者是加强版EMCO的这个行管理 基本上呢 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来了解呢 就是政府是管制活动 对人生的这个自由呢 是没有太大的这个约束 你的这个活动受到影响 但是你的自由走动呢 却没有受到太大的这个影响 所以有这个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经济活动啊 都可以如期举行 那么不能够进行的 就事项 第一呢 就学校要听课 然后宗教场所要关闭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巴胜巴胜不能够开当营业 然后第四呢 就是这个restaurant 就是餐馆 只能够做外卖 不能够进行堂食 所以呢 这对巴胜的人来说 是一个全新的这个体验 之前3月18号开始的这个 全国的封锁令的时候 大家都十四间乖乖待在家里 但是现在就算是在巴胜的朋友的话 你还是可以一样出来买东西 如果你要上班 你要跨线的话 比如说你要从巴胜去到 BJ 来到这个巴胜 再还是要去到吉隆坡工作的 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 但是在这一次的这个 巴胜的CMCO情况 让大家重新学习 重新科普到 哦原来巴胜是很大的 那么巴胜的这个管辖范围 其实是不同的政府部门 有不同的这个管辖的这个区域 比如说一般民众最熟悉的就是MPK Majis Papadara Clan 就是巴胜是一位 那么巴胜是一位 它的管辖范围呢 跟巴胜的这个 这个我们讲的 Bajabadara现役 这个我们讲的这个线属 OK 线属呢 就很不同了 那么其实 警方的这个IPD 就是警区呢 也不同 所以巴胜警区 跟这个MPK的范围 跟这个Bajabadara Majis Papadaran Clan 跟这个IPD Ibu Pajabadara Police 其实是 特别不同的这个范围来的 那么如果不是因为 这一次巴胜的CMCO呢 可能大家都不会把你的这个地气啊 或者是把你的这个 这个 这个 阻盖病毒 或者阻盖担担来看 哦 哦 我是住在这个地方 是住在巴胜 是因为 但是我的这个Mukim呢 可能不是属于 Klang 我的Mukim可能是Gapa 所以呢 是不同在 从政府的这个行政角度来看的话呢 它为了要方便 而且还有另外一点哦 如果你是住在巴胜的话 你的这个Postcode 就是你的这个邮区篇 可能会有一点不同哦 所以它有几个 至少几个不同的政府 政府的单位 然后去管辖同样一个地方 但是出现的 它的这个范围呢 可能有很大的这个落差 这个呢 是需要科普的 如果不是因为这一次 巴胜的CMCO 相信大家都不会去管住 这个课题 那么除了疫情的外 除了疫情之外呢 其他另外一个 更大的课题呢 就是政治咯 从3月到现在 我们都被两个东西 给捆绑着 第一呢 就是政治 第二就是疫情 那么 这一期近期的政治新闻呢 就是 大家很关注的 到底变地成不成功 安华讲说 他要在10月13号 1013的时候 将会进建国家元首 是 那么这一次 安本端固 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局面呢 1013对安华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他终于获得 进建元首的机会了 终于能够入宫了 那么如果 他没有机会入宫 或者是他这个 进建元首的时间 越拖越长的话 那么他本身 所掌握到 特别是 跳船过来的 这些武统议员的话 可能军行就会动摇了 可能在那边是想说 你安华到底行不行啊 你变不变吗 为什么这样久 元首都没有召见你 是不是元首对你也没有信心了 那么我还要不要跟你一起 成立新政府呢 一起组织新政府呢 所以这一些的议员 其实他们的 他们的这个想法 或者是他们的出发点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为了这张移植 为了权利 那么谁能够给到我 这一些的这个选拟 或者是在政治上 能够满足到我的话 那么好吧 我就跟随你 那么还有另外一点呢 就是如果我在原本的政党 已经没有发挥的空间 已经容不下我的话 那么我就跳潮 我就转码头 转去另外一个 让我有更大发挥空间的 这个政党 所以呢 这一个政治新闻呢 还是围绕在政治上的 这个权力斗争 然后名声的课题呢 就抱歉的说一句 是Elect印度话讲说 是没有达啦 没 没 政治新闻 对它是很重要 讲到政治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都有 都有那种感觉说 政治新闻太累人了啦 为什么这些政治人物呢 都来来去去 都一直在讲 都一直在讲 权力都一直在讲说 为民服务 服务人民 还有呢 就是过去很流行的 就是救国 不管是西蒙也在救国 国蒙也在救国 然后其他的人也在救国 如果真的 这个国家生这么早 要你来救的话 那么 其实你自己也 救不了自己 首先你要先救救你自己先 不要一直把国家的 这个口号 把它搬出来 然后用国家的这个名义来忽悠民众 我相信现在的民众也非常的清楚 也知道说 这些政治人物 他们嘴巴讲的 跟他们脑袋响的 其实是两回事来的 除了一些铁粉 除了一些那些100% Hardcore的 比如说Hardcore的这个武统 Hardcore的这个行动党 或者是Hardcore的这个伊党 或者是任何的这个 政党的铁杆粉丝 他们可能在看事情的时候 会少了一点的这个理性 或者是他们 少了监听责民的这个态度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监听责民 然后不要太过情绪 不要太过容易地被闪动 否则的话 我们就会被别人牵着壁子走 尤其是被政治人物 政客 不是政治人物 被政客牵着壁子走 好 这一集的一周进化就到此为止 谢谢 谢谢